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郑若华又一再示范什么叫公关灾难 郑若华想任到现在 从公关手法来讨论 最多人批评 就是说他用折牙膏式的方法去答问题 真相要逐一点折出来 刚刚星期日 郑若华就亲自出席电台访问 本来是一件好事 但当主持问到他 还有没有其他物业有潜见 他就被开不回答 或者是说已经委托了应可人士去看 要做的事已经在做着 谁知道去到那晚的11点 他们就发新闻稿 披露他港岛区南区的物业 有三处没有登记记录的改装 就说全部都是买入的时候已经存在 的确都挺难理解 明明早上在电台 是有机会亲自说清楚 为什么又不说呢 有评论就说他可能接受电台专访的时候 是为了预告有潜见 兼且提早回应 减轻事件的杀伤力 但效果是不是好呢 就见仁见智了 郑若华在潜见的事件上 经常被人觉得有隐瞒 传媒就越揭越多 为什么要令自己 以至整个政府的形象都受损呢 即使从未从正 政治敏感度低 警觉性怎样不足也好 为什么政府里面 又有没有高人可以给到更好的意见 避开这一场的公关灾难呢 市网没有怀疑有潜见 但是就有时间去买豪宅 有没有想过市民会怎样看呢 明天郑若华会去到立法会 会议梁继昌议员的口头质询 虽然质询的内容 就跟潜见无关 但希望他都会趁机会 自己炸弹自己刷 我们的学生 我们就是被你的毕业要求 搞了很多年的学生 学生可以搞了这件事多久 所以你都会拒绝我们 我相信 你都不拒绝我们 但我们都会拒绝 你拒绝我 近日这段影片在网上风传 我们在质疑你们 如何和我合不合格 你就说不回应我 不回应我们和我的诉求 在上星期三 浸会大学有近20名学生 发起佔令语民中心活动 事件是由于浸大 由2007年开始 要求学生必须收读普通话课程 而且合格 才可以毕业 两年前 学生进行公投 要求取消规定 结果九成的票数支持取消 校方检讨之后 在去年 增设普通话 豁免市 学生合格的话 就不需要读普通话必修课 不过 首批参加豁免市的考生 有七成人不合格 令部分学生质疑 评分准则 香港部分大专院校 都有修读普通话的毕业规定 其中浸大 领大 和珠海 是必修科 而较大的学生 就需要在普通话水平测试 考获一定的成绩 今日浸大校方 就和同学举行公开会议 就豁免市 和普通话毕业要求 进行检讨 同学的意见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实过去这一年多 我们检讨我们的愿民政策 同学的意见 我们都听了很多 亦有很多次公开的论坛 公开的会议 但我们也要听起 其他教育职员的意见 以及考虑社会上 其他持分者 他们的看法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程序 因为这些重大的教育政策 是要我们的教务会议里面去改动 我今天 我也有解释给同学听 我今天是不可以去承诺 改或者一定不改 没有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透过这个程序来做 究竟普通话合格 应不应该成为大学生毕业的要求 今天我们就请来 就会大学学生会会长刘子奇 以及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委员 田北辰和我们一起谈谈 我们都邀请过就会大学的校方 不过他们就派不到代表来出席 先问一下刘子奇 今天和校方开了几个小时会 满不满意的成果 与其说满不满意的成果 不如说 其实我们一开始去开这个会的时候 并不是去寻求一些共识 或者希望校方去听一些意见 这么简单 这个会的召开是源于 对于校方本身是违反了一些承诺 例如可能是本身讲到一个豁免事 纯粹是考一个基本的普通话 沟通能力 但最后竟然是只有三成的浸大同学 可以合格等等的东西 令到我们才会要求校方召开这个会议 其实现在也有几间大学 也有这个要求 就是要求大学生的普通话水平 达到一定的水准 为什么你们浸会大学的同学 这么反对这个安排呢 其实都可以说回 浸会大学应该是这么多间大学里面 对普通话要求最严苛的那一间 我们浸会大学的学生 就没有资格称自己要浸大 比较神如果没有基本普通话的沟通能力 田先生你觉得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作为一个雇主 作为一个议员 作为一个公公 作为一个老爸 现在普通话我认为是大势所趋 我相信子琪你都会同意 其实普通话在我们未来年轻人向上流动的发展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的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 其实很多外国人在学普通话 特朗普的孙就会念唐诗 其实全世界的人反而不在追求英文 个个想说普通话 我们在香港的普通话来说 今天故主老实说 他如果真的不请一个人 跟普通话和英文是会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你是故主 商界都是 你们的意见 觉得大学生的水平 毕业出来你见工的要求是什么 你见到他们的水准 普通话大不达标 我希望我可以说一些鼓励的说话 但事实上大部分今天的大学生 是英文、英语和普通话水平 我们都很多时候觉得是欠缺了一大缺的 所有大学毕业生 现在还有很多没有机会进大学 现在说大学毕业生 应该有一个英文和一个普通话 最基本的水平 这个其实是为学生好 但刘芷琦给同学说一下 听到田北辰这么语重心长 去说普通话的重要性 为什么这么抗拒 刚才也想问一下 是不是跟这个情绪化 最近经常说中港矛盾 这个因素有关 其实就跟这些因素没有太大关系 我们现在强调的是 不是讨论普通话是否重要 我在强调的是 普通话是否已经重要到 你身为一个香港人 身为一个大学生 你不学习一个普通话 你就没有资格称为一个浸大毕业生 你没有资格称为大学生 田北辰你接不接受 还是觉得同学都好像情绪化了 其实我今天就不想是一个辩论 如果你是接受 我不是想去洗你老游说你 现在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的人 无论他的母语 是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 都积极地想学普通话 积极地想学普通话 所以其实英文已经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国际语言 我觉得未来十年左右 英文和普通话是绝对并列的 应该所有大学都将普通话 切为一个毕业的要求呢? 是否切为一个毕业的要求 各个大学有自己的专业自主 我不觉得我应该插手 OK? 但是我想说清楚 就是你大学如果有这样的规矩 你就有这样的规矩 大家就是心甘命底 来报名的时候 如果是有这件事 大家都要接受这件事 我所理解 它本来是一个课程要读的 那我现在去引入那个 特别你们的议题 这个课程要读 十年好像只有几个人肥佬而已 那你应呢 如果读这个课程 就最简单 就符合了毕业的要求 但是你们觉得 这个时间问题 你可能没有兴趣读 所以于是乎就是一个豁免试 现在的主要问题 其实不是说 应不应该有这个毕业子 有一个普通话的要求 因为个个大学自主 个个有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最重要是这个游戏规则 讲清楚 你被报名之前 我们毕业的要求 如果你不想这件事 你可以报到其他地方 不要来 好了 现在进来之后 现在要研究的 就是这个豁免试是否太深 是否那个豁免试的水平 是远远高过读课程 读完之后的毕业史 这个就是我最想探讨的 我认为呢 浸大应该找专家来看看 他这个豁免试 和他课程的毕业史 都得是差了多远 如果我这样听 如果你没有读过课程 十个人 七个人肥佬 读完课程 就是不知道多少年了 才得五个人肥佬 那给我的印象呢 就是课程本身是有用的 是值得读的 那豁免的意思呢 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你达到一个水平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不用读 其实那个豁免试 我不觉得是应该 给所有人 大部分人 一条出路 不用读这个课程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就是将课就假 是没有意思的 这个都是 应该是学校和老师 就是浸会大学的同学 一直在争取校方的数据 是啊 我觉得 你们应该叫校方 找一些专家 甚至乎找我们雇主 来看看你这个 所谓缺免史 但是似乎相似 是不是已经离地 已经要求一些东西 是可能我们雇主 根本都觉得不需要的 这个我也想知道 是 但是 因为自从上个星期 那个占领行动 就将整个讨论 就去了学生的行为那里 那田北辰 你有没有看过那条片 你接受学生上次的行为 我有说过 那你问到我 我就说了 其实 这个世界 个个有不同的观点 学生的出发点 就是他们有个意见 那个意见 说也没有人听 他做过调查 做过什么 拿了签名 都没有人听他 他发觉后无退路 就是完全不能移动 就一定要走上这个抗争之路 我不知道他初出入去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打算佔领 可能是真的打算去拗 拗拗一下 每个人都有情绪 对吧 对校方来说 就是不是说 你要求的东西 我一定要给你的 我想他们自己都有谈过 觉得这件事 是不是应该继续呢 所以其中我觉得最令我遗憾的 就是为什么今时今日 我们沟通 可以去到的地步 让那些沟通 那么容易变成抗争 正如我所说 这个真的不应该是 这件事的着眼点 那会不会自怯 如果你说上去佔领 愿文中心这件事 我们绝对不会自怯 也都不会觉得后悔 因为这件事 才真的迫使到校方 肯正面回应我们的诉求 才有后来 可以争取到从考制度 争取到上诉的制度 甚至争取到一个会议 去谈 即没有理规 没有 我不认为这件事 是需要道歉 你们本身 如果想真的和别人得到 一件事的话 会不会都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 心平气和坐下 慢慢理性地谈 就好过搞抗争呢 你现在把这件事 声温放在桌上 你说他们会听你说 我就绝对不赞同 我就会出来说 如果我就不会赞同校方 听完你们说话之后 会作出任何的让步 当然你听了不开心 是不是 你觉得我是站在另一边 但我这样做的原因 因为这样就告诉别人 原来这个世界 要得到你的东西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抗争 就是占领 这件事才是整件事 最大最大的后遗程 因为社会 始终对大学生有个期望 所以大家有这样的讨论 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 多谢两位 早前就一地两检 发表强硬声明 引起热烈讨论的 阿拉大律师公会 上星期就改选主席和执委 有人权大壮之声的大提斯 压倒尋求连任的林定郭 成为新主席 大律师公会 今次的选举 很多人都关注公会的角色 怎样适时发表意见去维护法治 但其实公会成员 还有一件事去关心 就是新进大律师的前景 大律师这份的专业 好像很有光环 令人很羡慕 但其实新入行 都面对收入不稳的问题 更加多了人转行不再执业 情况是怎样?我们去了解过 包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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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邮 加热了 全身赔银行不再包邮 只能够的冲度 公司, 包邮, 不要因此 補就業等,一直都是行內熱話 這一行是否只不過表面風光? 33歲的Joe是一位大律師 今天早就要趕回律師樓,準備上庭 我每一早都是坐地鐵上班 我現在很累 因為其實我昨晚半夜出來工作 所以每天都要帶兩架咖啡 不過多忙也好 Joe說自己有一個堅持 我規定自己一定要回家吃飯 為甚麼? 因為我有兩個兒子等著我回家 所以我要8時半之前 我一定會回家 最多是多拿點的晚上做 Joe在中環一間律師樓執業 他說這一區租金很貴 有所謂上房難 所以他現在就跟人合租一間房 認為比較化算 好多時不是兩個人分享的房間 是很多人分享一個大房間 可以減輕一些租金 有一些大律師一出來就已經給5萬元的租金 還有是燈油火納 加上律師樓的秘書 Claic Club Company Area 還會貴很多 大律師屬於自僱行業 沒有固定底薪 Joe蓋炭 很多初出道的大律師 更加要貼錢上班 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不過真的到你要交租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那種滋味是怎樣 這個是假髮來的 上庭帶的 一般執業七年以下的大律師 都被視為新血 今年是Joe執業第十年 他形容自己過了新進階段沒多久 現在回頭看, 辛酸史一羅羅 第一句的收入是零, 完全沒有收入 出來的時候沒什麼事做 沒生意就要減價 減一半也有試過 幸好我家裡是弟弟 我有哥哥, 他可以支持住家裡 入行的時候, 大家有一個熱誠 大家都覺得就算是這麼困難 我不會理會金錢上的回報 我也希望可以貢獻 大家都想好這件事才入行 Joe說今天年輕大律師 面對的壓力是過往難以想像 今天資深大律師 連同大律師的數目有1400多人 比起2000年的時候增加了差不多一倍 Joe是資深大藏樂應鑑的陶孫 他說聽師傅師公說 舊時接生意真是接到手軟 以前因為競爭小很多 所以容易生活很多 基本上是要推案件的 但現在就沒有這支歌仔唱 年輕大律師他們面對的很大的問題 就是一出來工作的時候 很難令人相信你有足夠的能力 或者經驗去處理案件 就像一個惡性循環一樣 你越沒事做越沒人相信 你越沒人相信你越沒事做 當收入和付出不剩正比 有大律師就會選擇退出 蔡奇2003年港大法律系畢業 之後掛牌成為執業大律師 他說初出道 幸運的話 每個月賺到兩三萬左右 但亦都有機會手停口停 終於過不到七年之養 做了六年大狀就離開這一行 我經常都覺得 好像做一個藝人一樣 你自己管理自己 然後自己要是 self-promote自己 然後去賺生意 頭一、兩年 我想是很難養到家 有時甚至可能要問家人拿錢 做了六年的時候 希望稳定一點 所以我就轉了進去 做一個公司的法律顧問 他明白入行做大狀 就好像經營一盤新生意 創業、首業都一樣難 不過他發現 這一行越來越趕出身 如果沒有人脈 就算有實力 也可能輸在起跑線 這個聯繫重要在於 因為做大律師 你又不可以出去 自己去接觸 接觸那個雷客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就要靠認識一些事務律師 才讓事務律師 給我們一個聘請 我們進入了Hong Kong U Lo的時候 自己發佈了同學 本身的父母已經是事務律師 或是大律師 他們本身已經有很多家族的聯繫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出來做事 本身已經有很多生意 可以給他們 我沒有這麼好的背景 好, 坐在一起 好, 坐在一起 好, 我收拾 做了In-house之後才會養的 因為In-house生活比較穩定 才會比較穩定 蔡奇察覺到 跟他一樣 中途離場的大律師其實不少 我同年那屆的大律師 我想我身邊都有… 我認識的可能五成左右的人 都轉了去做公司的法律顧問 或是做一些上市的公司司司長 但如果沒有一些生意去接班的話 固知然可能會影響到 之後我們下來的法治教育工作 雖然放棄了執業 但蔡奇無妄初衷 反而加入法證會師 希望將專業知識帶入公民社會 我自己覺得大律師這行的人 還是很堅信法治的 就算我轉就了 我都會找其他途徑去 希望教育到公眾 跟我在這六年來 做大律師的時候學到的東西 我現在正在去粉領法庭 今天有個過堂 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本身都是一名大律師 他說自己當初進修法律 是想將來生活安定些 兩年前當選進入議會 上庭的時間就少了很多 現在我想打案件的時間 是大約5%左右 真的少了很多 因為始終都要花很多時間 去議會上 他說自己初入行時 都擔心過接不到案件 所以明白保就業的壓力 他建議同行可以放眼內地 不要局限於香港的發展 我看到香港大律師 其實在國內都有一個商機 有機會例如在仲裁方面 是可以發展 所以我經常都建議 大律師一定要學好國語 學好普通話 始終這個龐大的市場 我們不可以忽略了 他說大律師公會旗下 有一個大中華事務委員會 他自己都是委員之一 他們會經常舉辦兩地交流活動 但如果香港大律師 都要看重內地生意 會不會有同行抗拒呢 說生意的時候 我想他們不會抗拒 我想我沒有擔心過 香港的法治受動搖 我反而是覺得 現在的大律師 會不會偏重於政治方面 假如你去到一個 要完全依賴大陸的練習的時候 最後你們忘記了 我們自己可以站在自己身上 你要想想自己 是否可以獨立生存 先去想想 是否可以再去擴展自己的市場 大律師阿祖覺得 如果要讓新進大律師 可以在行內穩定發展 他贊成陳文敏教授的建議 由資深大律師 每年免費為政府處理 或者檢控一宗案件 條件是政府需要同時 聘用一名年資較淺的大律師協助 令到年資淺的大律師 可以得到累積經驗 亦同時較容易接到 法律援助署委託的案件 假如大家做不到私家做法援 其實是一個很錯的誤解 因為法援案件 基本上是你一個很忙碌的大律師 才可以上列的 假如你說根本上沒有工作 你是上不了法援的列 那些人就沒有私人工作 亦沒有公家工作 生活就會更加困難 老大亂 令到年輕大律師有足夠的資歷 容易上到法援的列項上 令到他們有一個更好的 更多的事情做 令到他們的發展更好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我會擔心當大律師流失率很高 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時候 生計太難以維持的時候 根本上大家沒有精力 沒有心情去想 自己本身這個行業 有一個精神要維護 就是維護法治 捉車, 爸爸 我們現在是火車嗎? 是Thomas嗎? 其實我作為一個爸爸 我的擔心是很大的 假如香港的法治受到破壞 我擔心現在我們一直享有保障 對於他來說到時是完全不適用 不用說2047 我們的角色就是要刻它一個警鐘 就是要告訴大家 究竟問題在哪裡 究竟有多嚴重 叫大家小心去放逼 立法會明天開大會 鄭若驊會出席 相信他的僭建問題 又會再成為焦點 建制派現在都不是為他全力護航的 看看鄭若驊明天 可不可以挽回大家對他的信任 今集談到這裡 下個星期再見 詢級別ones 加入 排水 油 排水 排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